什么凋零可以破坏机岩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稍微还算正常的MC版本中 如果不加mode的话 凋零想破坏机岩 没门 不过凡事都有意外 今天这件事就很奇怪 我们的玩家想向大家证明在不加模组的情况下 凋零是无法破坏机岩的 于是他进行了下面这个实验 首先需要准备玻璃漏斗机岩块 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 依次放置漏斗玻璃漏斗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将机岩块注入到中间的玻璃 使得玻璃具有机岩的特性 从而达到肩不可摧 这样方便在后续更直观的观察玻璃罩中凋零的状况 一切准备就绪后还需要一个按钮 玩家很快便搞到了按钮 点击按钮后 玻璃块消失了 玩家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 他成功了 一种具有机岩属性的玻璃块诞生了 接着他重复这个操作 玩家获得了更多的机岩玻璃 下面就是要造一个大大的玻璃罩 玩家坚信凋零破坏不了这个玻璃罩 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夜晚的到来 以及下雨天气 这个实验只能在夜晚并且下雨的天气进行 这座机岩玻璃罩与外界的唯一连通口 就是这扇铁门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夜色渐渐笼罩 好了 老规矩 大家觉得这个实验能成功的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 给个支持 觉得不能的 弹幕打出不能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只需要等待下雨天气 玩家又熬过了三个夜晚 终于等到了下雨天气 接下来的操作就是放置最后一颗凋零头骨 不过在放置之前 玩家先扔了一个水瓶 至于为什么先扔水瓶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也是通过别的玩家道听图说 但是事实证明凋零并没有被召唤出来 玩家推测可能是因为内瓶水的缘故 他应该是被耍了 可正当他准备离开玻璃罩时 一声奇怪的声响传输 回头望去 凋零已经出现 玩家迅速通过铁门逃了出去 接着紧锁铁门 透过玻璃罩 可清晰直观的看到里面凋零的动向 他先是非常奇怪的四处乱飞 接着又回到了出生点 以360度进行自转 同时还伴有被闪电击中的效果 并且 他在被闪电击中的时候会短暂消失 当玩家还在奇怪凋零这种诡异的动作时 下一秒 凋零便再次飞得起来 开始突出火球攻击玻璃罩 很意外 机炎玻璃罩正在被肉眼可见的速度破坏着 玩家慌了 他试图远离这里 但是突然 游戏崩溃了 Dream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我的世界生存大逃杀玩法新行者 国内外有着众多的粉丝 你是其中之一嘛 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 在MC中也有像Dream一样的生物 你会不会觉得很离谱 没错 就是他 Dream美西元 好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很勇敢的长按屏幕中的点赞 扭三秒钟 今天的故事还要从玩家一次无魔祖生存说起 玩家如往常一样开启了一局单人生存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他已经住上了占地约30平米的小木屋 并且在屋外不远处还圈养了两只粉羊羊 玩家的生存之旅有条不紊的进行者 他很享受在MC世界里度过的每一天 但这种惬意舒适的感觉 在他发现了一只奇怪的美西元后 渐渐消失了 玩家在矿洞挖矿时 在一处矿洞深处发现了三只美西元 其中一只美西元引起了玩家的注意力 这只美西元有着和Dream一样的外观皮肤 玩家觉得很稀奇 人对新鲜的事物都有一颗好奇心 玩家决定将这只Dream美西元带回去 随即他掏出双绳将Dream美西元 以自己的两只粉羊羊圈养在一起 玩家专门为Dream美西元建造了一个泳池 战地不大但却显得温馨 有喜羊羊的作伴 Dream美西元应该不会感到孤独 一切准备完毕 此时的天也快黑了 玩家又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 玩家入往常一样出来喂养自己的羊儿 但令玩家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自己的两只粉羊羊被嘎了腰子 地上的两块羊肉和羊毛 是两只粉羊羊为玩家留下最后的爱 玩家很不解 为什么Dream美西元还活得好好的 玩家猜测可能是在夜晚有狼入侵 从羊圈顶部爬了进去 袭击了自己的两只粉羊羊 于是玩家当机立断又养了两只新的 并且将羊圈重新修建 加固防御 由于玩家对粉色情有独钟 临走前还是将两只小羊儿染成了粉色 这下玩家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到了夜晚 玩家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又来到羊圈 像两只新粉羊羊和Dream美西元到了晚安 希望他们可以友好相处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很勇敢的 请在弹幕打住我 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又是新的一天 玩家再次如往常一样来到了羊圈 但眼前所发生的一幕 让玩家感到似曾相识 自己心爱的两只粉羊羊 又没了 周围插有火把 并且羊圈周围已经加固了防御 狼不可能进来 如果不是狼 那又会是谁 玩家看了看这里唯一幸存的生物 Dream美西元 玩家不敢相信 这会是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干的 因为他是Dream的忠实粉丝 看到Dream美西元 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但是为了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次玩家决定换一匹马 与Dream美西元圈养在一起 但当玩家拉了一匹马回来时 自己的房屋却莫名的着了火 撞个头去 玩家发现了树旁的Dream美西元 他是怎么跑出来的 玩家联盟去查看羊圈 发现栅栏已经被破坏了 目前这个房间只有玩家一个人 他是单人生存 谁又会去点燃自己的房子 并且破坏羊圈呢 就在这时 一声声歌声传来 是Dream美西元在唱歌 歌声很熟悉 正是Dream与乔治之前唱的一首 美西元之歌 玩家还没来得及稀稀品味 下一秒 他便被这只Dream美西元解决掉了 苦力怕 一听这个名字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的世界里面的一种 极具危险性的生物 苦力怕 又是如何诞生的 故事还要从很久之前的一次 村民实验说起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级勇敢的 请动动你勇敢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 扭三秒钟 咱们的故事开始 玩家无意间 找到了一个MC 很久之前内测试的地图 刚进入地图后 玩家便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建筑 进入建筑内部后 这像是一座实验室 玩家在这儿 发现了很多即将被测试的对象 他们无一例外 都是原始的史蒂夫角色 玩家在逐一向他们打招呼 但玩家发现 最后一个史蒂夫 看样子 并不愿意被当作研究对象 他正在试图击打铁门 他有着很强的逃生欲 随后玩家又在这里 遇到了村民实验家 他专门负责研究MC中的新型钥匙 村民带着玩家 来到了自己的研发室 为了给将来的MC 创造出更多有趣的新事物 村民实验家一直在苦心研究 玩家正在见证一场MC的发展史 在实验即将开始时 村民实验家发现自己少了一些煤 于是玩家帮忙出去采集煤炭 很快在玩家的见证下 村民实验家研发出了一种爬行者药水 此时的玩家已经迫不及待想去试试 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是否是真的 玩家将药水按照要求放入了进气系统 药水可以自动变成气体 进入到实验室 而在这时 村民实验家告诉玩家 不论实验成功与否 不论实验成功与否 他都需要耐心等待 不能提前进入到实验室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如果发现异常 请及时拉响警报 玩家很听话 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 玩家回到了实验室周围 很显然 史蒂夫已经变成了苦力怕的模样 药水起作用了 但正当玩家逐一查看 实验室里面的情况时 令他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之前那个逃生欲最强的史蒂夫 打破了铁门逃了出去 玩家见状联盟区拉响了警报 村民实验家得知情况后 让玩家必须找到那只逃出去的苦力怕 二人分头行动 玩家在这冰天雪地中 环顾着整座建筑的周围 都没能发现那只苦力怕的身影 就在玩家准备原路返回寻找村民实验家时 左下角的信息框 显示村民玩家被苦力怕解决了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级勇敢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玩家联盟赶到了研发室 发现地上散落着药水瓶 但却没了村民实验家的身影 于是他再次返回了实验室 发现这里的其他测试对象已经被解决 很明显 这肯定是那只逃出去的苦力怕干的 就在这时 玩家的游戏模式被突然调成了冒险模式 当玩家进入控制观察室时 那里面站着的 正是那只逃出去的苦力怕 眼看苦力怕就朝着玩家冲了过来 玩家只能拼命地逃跑 由于苦力怕追得过于紧密 冒险模式下 玩家只能拼命朝前跑 他来不及停下来输入指令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被苦力怕追上 黄毛逃窜下 玩家躲进了一间实验室 而那只苦力怕就与他一门之隔 不过玩家发现这只苦力怕 好像不会使用拉杆 于是玩家想趁机将游戏模式调为创造 但却发现他无法打开命令台 这个功能被禁用了 而玩家后方的发射器里 也没有攻击性道具 过了大概十分钟后 玩家的食物消耗殆尽 此时外面已经没了苦力怕的身影 苦力怕已经走了吗 并没有 相反 苦力怕的视角正在望着门口的拉杆 随着铁门被打开 玩家被嘎了腰了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当我们玩生存的时候 下节那是必须要去的 去下节就会看到一种名叫恶魂的生物 很多MC玩家都很害怕他 觉得他目前这个长相很吓人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你今天所看到恶魂的模样 是已经开了一万倍美颜后的样子 你们能想象到不开美颜的恶魂是什么样的吗 老规矩 觉得自己很勇敢的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扭三秒钟 咱们的精彩要开始了 故事还要从玩家的一次无魔祖生存说起 玩家从因为有着十年MC0的朋友那里听说 在MC中有这样一个传说 据说在下节待的时间越长 并且挖掘到的远古残害矿石越多 就可以增加看到远古无美颜版恶魂的几率 于是玩家按照朋友的说法 自己独自一人来到下节 将下节当成了主世界一样 四处挖掘收集物资 放着火把挖同地道 就这样玩家在下节生存了十个小时 挖掘了大量的远古遗害 玩家在TNT的帮助下 炸开了许多通道 又发现了大量的远古残害 并且制作了一把下节合金稿 正当玩家准备大肆挖掘时 他突然被传送到了一处周围全是红色方块的地方 他的物品全部消失 手无寸铁的他 在这发现了一个告示牌 上风的蚊子让玩家顿感不妙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玩家不由的背后发凉 接着他拾取了地上散落的红色方块 查看物品名称后 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在MC见过的物品 大概是一种远古时期的皮肤残害 玩家吓得连忙将这东西扔了出去 随着玩家身后便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转过头去 一个黑白相间的怪状物体一闪而逝 由于消失的过于迅速 以玩家肉眼的捕捉能力 完全无法判断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玩家不能坐以待毙 他决定离开目前的位置 向外查看能否寻找出去的出口 没走多久 玩家便在地上发现了一颗红蘑菇 但玩家所踏过的地方全都是基岩 红蘑菇能在基岩上生长 这根本不可能 接着玩家又发现了一堆棕蘑菇 你们说这是奇怪不奇怪 这也太奇怪了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勇敢胆大的请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不断地在这个地方奔跑着 没过多久 他又来到了一处更为宽阔的地方 在这儿又发现了一些红蘑菇 和一个类似于祭坛的物体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 玩家并没有过多的研究 他选择去收集蘑菇 毕竟红蘑菇棕蘑菇 一个破碗和汤汤 活下去是玩家首要的任务 但在收集完蘑菇转身的一瞬间 一个神色恶魂的物体 出现在了刚才那个祭坛上 这正是朋友口中的 远古恶魂的模样 这就是没有开美颜的样子 这粗糙的长相 完全不能用美和丑来形容 玩家很害怕 但是他也不敢说话 他只能用MC祖传摇动视角 来向我们表达他内心的慌张 随即远古恶魂朝着玩家飞了过来 玩家再次开启生死大逃亡模式 只是 他还能逃出去吗 史莱姆这个生物 玩过MC子都见过吧 他的变种 岩浆怪 想必大家也都见过 但是巨型的熔岩史莱姆 你肯定没见过吧 什么 你见过 那我还讲啥故事呀 退游戏了 好了 老规矩 请我们的勇者看视频前 动动你勇敢的小手 长安视频中的点赞 扭三秒钟支持一下 咱们的故事开始 今天这奇怪的事说来话长 那我就长话短说吧 故事发生在一次 无魔祖生存中 玩家与知名的主播 猪黄一起玩游戏 既然是生存 肯定少不了运送和储存物资 所以玩家精心向流浪商人那里 借了两只羊驼 玩家很开心的叫来了猪黄 愿意送给他一只 可是这不仅没有换来猪黄的感谢 反而自己的两只羊驼 被猪黄KO了 看着猪黄嚣张逃跑的模样 又想到自己的羊驼离自己而去 就在这时 岩浆突然消失了 这奇怪吗 这不奇怪 重要的不是岩浆 为什么会自动消失 而重要的是玩家 失去了两只心爱的鸵儿 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 往往极度的悲伤过后 迎来的就是内心的爆发 玩家决定与猪黄绝交 但是他必须教训猪黄 让他知道 这样对待朋友是不对的 玩家很愤怒 你们感受到他现在的愤怒了吗 玩家一边寻找猪黄的踪迹 一边在思索整骨他的方法 走着走着 玩家来到了一处沼泽地 前方大片的土地都被水淹没 无法通行 玩家又不会游泳 还是原路返回吧 可就在这时 左下角的信息框 突然出现了一条消息 大概意思是 这是一条被诅咒的信息 玩家不明所以 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提示这个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级勇敢地 请在弹幕打出 我这牛 激活弹幕固体 就在这时 周围的天色突然进入了黑夜 玩家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随即转身 便有一只巨大的貌似史莱姆的东西 挡在了自己前方 带这个物体转过身来 是巨型的熔岩史莱姆 熔岩史莱姆向玩家发出了消息 他要把玩家做成秘制小汉堡 玩家很怕怕 他联盟发信息求饶 并且愿意给熔岩史莱姆巧克力 巨型熔岩史莱姆一听 巧克力可是自己最爱的食物 如果玩家能给自己巧克力吃 他愿意和玩家交个朋友 既然是朋友了 那朋友有难 怎能袖手旁观呢 在玩家的请求下 巨型熔岩史莱姆愿意帮助玩家报复猪黄 于是他们两个成功达成了一致 接下来 玩家的复仇计划便开始进行了 不出意外 玩家在之前猪黄搭建的悬浮平台找到了他 大半夜的猪黄不睡觉 还在那里翩翩起舞 玩家是越看越来气 于是他开始与史莱姆商量对策 由于这只史莱姆体型太大 所以正面走过去肯定会被猪黄发现 从背后偷袭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猪黄一定会被吓到 因为MC根本没有这么大号的熔岩史莱姆 玩家还沉浸在幻想中时 史莱姆已经静止地冲了过去 很快 猪黄便被KO了 玩家兴奋地手舞足蹈 接下来给他兑现承诺了 但玩家却告诉巨型熔岩史莱姆 我的世界没有巧克力 他被骗了 接下来的结局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吧 MC中的海绵大家都见过 一般在海底神殿 击败远古守卫之后 我们可以获得海绵 海绵能吸水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但是海绵如果成精了 那这事可就奇怪了 今天的故事比较短 咱们短话长说吧 不能让大家发现我在水视频 还是老样子 在一次乌魔祖单人生存中 发生的事 玩家今天照常打开了 我的世界准备游玩 不过在玩之前 他先看了一集海绵宝宝 随后他立刻投身到 MC生存中去 老规矩 觉得自己很勇敢的 请动动你勇敢的小手 在点赞按钮上面 长按屏幕三秒钟吧 咱们故事开始 今天他的任务就是 再多搞一些木材 煤炭 在收集完木材与煤炭后 玩家开始迷茫了 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 往往奇怪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玩家不知所措的时候 玩家漫无目的地游走着 突然在前方辽阔的海域中 他隐约看到了一个标志牌 在向前慢慢靠近时 他在距离自己不到20米的地方 看到了一个箱子 这很奇怪 他不记得自己把箱子放在这了 正常人谁会把箱子放在水里边 于是玩家脑袋上 顶着十万个为什么 前往查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 里面不多不少 两瓶药水 一瓶是水废药水 一瓶是夜市药水 在水里发现这两瓶药水 那不正是在引诱玩家 向深海出探险 老爸看了都直呼内行啊 咱们的玩家也比较老实 丝毫不带犹豫的 喝完后就朝着前方的标志牌前进 此时的太阳公公也快落山了 玩家离那座标志牌越来越近 靠近后发现 这是一个海上平台 而在平台后方的深海处 玩家看到了两座四层相识的建筑 这不就是海绵宝宝的凤梨屋吗 还有张玉哥的复活岛人巷屋 以及派大星的石头屋也在 莫非玩家来到了海绵宝宝的世界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玩家来到了这两座建筑旁 先进去一探究竟 走近后发现 这座凤梨屋就是普通的MC材质制作 不过也算是一比一还原了 并且玩家在一旁还发现了 谢老板的谢宝王餐厅 经过一番查看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也不知道是谁在这建造的 玩家现在已经很疲惫 他不能在海里多待了 他准备原路返回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可爱的事物 请各位勇者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正当玩家要离开时 玩家此时头皮有些发麻 这种笑声太诡异了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决定还是赶快离开这儿 等待浮出水面时 天空已经下起了大雨 但噪音和笑声依然存在 玩家没有过多犹豫 静止地回到了岸上的小屋 就在玩家进屋后 关门的一瞬间 一个黄不拉几的东西将它Q了 而发出的笑声 正是他之前听到的 从玩家最终的画面 可以隐约看出这个物体 像海绵 大家是不是以为结局就是这样的 怎么会呢 我怎么可能会吓唬大家呢 我可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我的世界主播 其实结局是这样的 帅哥别害怕 我们没有敌意 对啊对啊 刚才你也去我们家参观了吗 对的 我们也来你这儿看看 太无聊了 偌大的海底世界 就我们几个很高兴与你成为朋友 我们一起去谢老板的谢宝王餐厅 请你吃大餐吧 原来是这样啊 好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又结交了三位新朋友 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话 记得给视频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哦 咱们下期再见 牛是MC中非常温柔 无私奉献的生物之一 它产生的牛奶可以当作解毒剂 也可以用来制作高弹 甚至还可以灭火 牛牛是不具有攻击性的 但是今天这事就奇怪了 故事发生在玩家与两位朋友 在一次无魔所生存中 玩家与两位朋友刚从外探险回来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牛的 请动动你超牛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扭三秒钟 玩家圈了很大一片地方 用来圈养家禽 朋友建议可以先喂一些牛 玩家一想到牛奶的价值 觉得喂养牛比喂养其他动物更有用处 于是就同意了朋友的提议 很快栈来内卷养了好几头牛 有了牛之后可能要喂它们 现在玩家没有小麦 所以三人打算去附近的村庄 问村民友好的借一点 前往村庄的途中 三人正巧发现了沙漠神殿 来都来了 下去看看吧 跟随着朋友的脚步 玩家来到了沙漠神殿的下方 可奇怪的是 这里没有箱子和压力板 只有两个告示牌 就好像这里之前已经有人来过了一样 两个告示牌上写的内容大概意思是 这个地方有某种病菌 凡是来过这儿的玩家 他喂养的牛都会被感染 玩家一看 这不是搞笑呢吗 我来到这儿跟我养牛有什么关系 两位朋友觉得也很奇怪 因为三人才刚刚在家里 圈养了几只可爱的牛牛 这不会是巧合吧 于是三人当机了一段 先回去 三人很快便回到了牛圈 发现牛牛们一切正常 玩家长输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左下角星系框提示 沙漠神殿的病毒已经蔓延 玩家慌了 赶忙告诉朋友 也就在这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牛圈里面的牛牛 全部嗝屁了 玩家提醒朋友们 不要去捡这些肉 很有可能会将病毒传染给自己 而此时蓝衣朋友 开始指责黑衣朋友 都怪他 是他非要去沙漠神殿下面 于是二人产生了分歧 玩家在一旁 极力地劝阻两人 黑衣朋友眼见 与蓝衣朋友说不清 于是他选择了沉默和远离 这才使得二人的矛盾暂时缓解 很快便到了夜晚 玩家与黑衣朋友 正在家里商量 是否下矿洞去收集一些矿石 此时蓝衣朋友 发现了异常 让玩家赶忙去牛圈 来到后玩家发现 牛圈里面掉落的皮革和肉 奇怪地消失了 而旁边的其他生物 全部嗝屁了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牛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这时蓝衣朋友 听到了一旁 矿洞内有声响 玩家随即跟着朋友的脚步 进入到了矿洞内 刚进去 玩家与朋友都被吓了一跳 由于太黑 玩家没有看清楚 那个奇怪的物体 不过看大体轮廓 像牛 但不是正常的牛 它的身上好像有红色斑点 三人为了安全起见 联盟回到了屋中 玩家联盟用栅栏封住了大门 可就在这时 牛圈的方向 正有一群带有红色斑点的牛 朝他们跑来 栅栏似乎将他们挡住了 但似乎也没有 因为这些牛会跳 接着玩家与朋友们 便遭到了攻击 一提到MC中的骷髅 它还有一个 被我们国人起得 特别亲切的名字 小白 虽然它并不是白色的 但是大家已经习惯 叫它小白了 你以为它的身高 是不是只有1米5 其实它的官方身高 1米99 我承认我自卑了 我的身高 还没有一个游戏生物的高 好了 话不多说 今天这奇怪的事 就跟小白有关 觉得自己很勇敢的 请看视频前 用你勇敢的小手 给视频查案 点赞三秒钟支持一下 这次玩家与小美 以及另一位朋友 打开了一局三人生存 三人决定今晚 举办一个烤肉聚会 于是玩家准备了 黑夜降临 是MC中最危险的时候 玩家出去后 没多久便遇到了小白 当然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发现有两只小白 在互相伤害 什么情况 玩家觉得有点奇怪 他回去后 告诉了两位朋友 朋友表示 头一次听说这事 这时小美告诉玩家 自己想吃甜浆果了 于是便一个人 独自出去寻找甜浆果 没过多久后 只见小美慌慌张张的 跑了回来 他说自己在采摘甜浆果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小白 在吃甜浆果 并且他们跑得非常快 同时伴有奇怪的叫声 小美觉得不正常 玩家与朋友听了之后 也感觉心里发毛 于是玩家让小美 把收集来的甜浆果 扔给他看看 随后玩家发现 这并不是普通的甜浆果 这是一种被感染的甜浆果 MC为什么会有这种甜浆果 玩家与朋友玩的 可是无魔祖生存 玩家有些战耳和尚 摸不着头脑 就在这时 小美说自己又看到了 屋外有人 并且他又再次听见了尖叫声 小美赶忙关闭房门 玩家与朋友赶忙赶去 透过玻璃查看外面的情况 但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朋友觉得小美在恶作剧 前方高能叫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级勇敢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此时也感觉 小美是不是晚上太紧张了 出现了幻觉 于是也没太在意 准备继续进行今晚的烤肉聚会 就在玩家准备回头 去看烤肉的时候 窗外突然闪过一个身影 通过方门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身形像小白 玩家慌了 他连忙告诉了朋友 说着玩家打开屋门 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开门后 那个奇怪的小白就在门口 玩家连忙关注房门 但这只被感染的小白 已经破门而入 朋友和小美 很快便被KO了 玩家慌乱中 试图挖一条通道逃出去 就在这时 他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 玩家的朋友纳奥米 说他在玩生存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实体 这个约翰一直会 破开纳奥米的房屋 并且偷走他的物资和装备 纳奥米将这件事 告诉了玩家 于是玩家决定 与他一起看看 到底那个叫约翰的是什么来头 两人开了一局 无魔组双人生存 玩家觉得 这奇怪的事 肯定是假的 说不定那个约翰 就是游戏内的墨影人 但是为了让朋友 纳奥米能够安心的游戏 玩家还是冒着视频 没有点赞和评论的风险 录了这期视频 唉 但愿屏幕前热心的观众 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吧 玩家进游戏的首要任务 是先制作房屋 纳奥米则是出去收集物资 房屋建造的差不多后 朋友还没回来 玩家决定出去看看周围的环境 毕竟熟悉地形 也是MC生存的重要一步 待勘察的差不多后 玩家便再次返回了木屋 回来后 朋友已经在屋子内等候多时了 但是当玩家向他打招呼的时候 随即等来的是 纳奥米急剧慌张的回复 他说刚才约翰已经来过了 并警告他赶快退出游戏 否则就将他的游戏账号永久删除 纳奥米很慌张 毕竟自己的游戏账号 可是攒了三个月生活费的呢 还没等玩家深入了解情况 纳奥米便直接退出了服务器 只留下玩家尴尬的不知所措 玩家也没办法 你说退出游戏吧 都玩了大半天了 房屋物资什么的 也都收集的差不多了 想想没必要 还是继续玩下去吧 玩家随后又在附近挖掘了一块南瓜 此时的玩家又在想 那个约翰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过以朋友纳奥米的人品 他应该不会说谎 既然刚才约翰来过 那他肯定没走远 玩家当机立断 就周围转一圈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异常 但转了一圈后 一无所获 看天色也不早了 玩家决定先回去再说吧 幸运的是 在天黑之前 玩家刚好返回到了木屋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牛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正好自己也制作了床 于是他打算先睡觉度过黑夜 可刚放置床 玩家准备右键睡觉时 系统却提示当心无法入睡 因为床被占用 但那个ID却自动被模糊了 玩家很懵 难道有人用了隐身药水 随即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屋子便亮了起来 打开门 外面的天色已经是白天 玩家又懵了 刚才确实自己没睡觉啊 屏幕前的兄弟们都可以作证吧 但是天却神奇的亮了 这是怎么回事 玩家赶忙离开了木屋 向附近的高处走去 他的内心开始有一丝的小恐慌 因为这事确实很奇怪 不过没走多久后 玩家看到了一些羊驼和牛牛 瞬间感觉不是那么恐慌了 但是这三头牛牛的行为 却有点不正常 随后玩家又发现了鸡群 接着 令玩家不可思议的一幕再次发生 这些鸡竟然飞了起来 要不是开始录屏 这说出去也没人会信呢 正当玩家还在思索这些异常时 突然前方的树旁 一个物体朝着他跑了过来 玩家定睛一看 这不是宇宙怪兽哥斯拉吗 啊 是哥斯拉 快召唤光之巨人迪迦呀 小伙伴们 迪迦来了 视频每多一个赞 迪迦就会变大一倍 兄弟们 我说一个数 一秒钟十万赞 给我冲 耶 我们赢了 你们相信光吗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普通的牛牛 你肯定见过 红斑牛 你可能也见过 甚至西瓜牛 你现在也见到了 但今天玩家发现的这种牛 你绝对没见过 玩家从朋友那里到听途说 当你打开MC1.12.2版本时 进入游戏后 先将白天循环 设置为静止状态 接着 将时间调为13000 玩家照着朋友说的去做了 现在游戏内的天色 进入到了傍晚 据说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以发现一种传说中的牛甲虫 所谓牛甲 牛甲虫顾名思义 它就是牛甲虫 为了顺利的找到这种生物 玩家特意将游戏模式调为了和平 接着 他并开始了此次游戏的任务 寻找牛甲虫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级牛的 请动动你牛气的小手 长安屏幕中的点赞 930秒钟支持一下吧 玩家转了半天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仔细一想 哦对 寻找牛甲虫 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需要找到一座悬浮的空岛 并且这座空岛 是由灰色羊毛组成的 虽然发现了一些悬浮着的方块 但都只是一些石块 并不是羊毛组成的 当玩家就快要放弃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群行为 有些奇怪的狼 他们总是目标一致的 看向同一个方向 玩家觉得这行为有些不正常 于是他顺着狼看向的方向 继续向前探索 此时玩家的坐标已经非常高了 几乎已经与太阳和月亮肩并肩了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玩家在月亮的方向 发现了那座悬浮在半空中 并且是黑色的空岛 接下来玩家的任务便是想办法 上到这座悬浮的空岛上去 因为很有可能 传说中的牛甲虫就在上面 玩家挖掘了大量的土块 很快他便通过搭建云梯 来到了这座岛屿的顶部 但这里除了一棵树之外 玩家并没有发现什么牛甲虫 玩家觉得自己又被朋友给唬了 转眼一想 既然顶部没有 那会不会在空岛的下方平台呢 前方光灯叫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保护一下月亮和太阳 玩家小心翼翼的下到了辅导下方平台上 但是在这一番转悠过后 除了看到自己搭建的云梯 玩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喘气的东西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再次回头 前方出现了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随即转过身来 看外貌的确与牛牛有三分相似 而他的头部则是像一种甲虫 玩家还没来得及拍照留念 说着 牛甲虫就开心的朝他奔了过来 于是玩家一脸懵的 迎接着自己的嗝屁 普通的恶魂你肯定见过 黑色的恶魂你可能也见过 但是今天这种恶魂你绝对没见过 请系好安全带 马上发车 故事发生在玩家的一次乌魔祖生存种 玩家从一位朋友那里道听途说 当你在玩MC的时候 你按照20块云山木的高度搭建云梯 接着在最顶部放上一块土块 最后将一朵玫瑰插在上面 就这样就会吸引来一些 你从来没见过的MC生物 玩家也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试试就试试呗 很快玩家便按照朋友说的搭建好了 老规矩觉得自己超级牛的 请动了你牛气勇敢的小手的时候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Sawadika 尽管玩家多年录这种奇怪素材的经验 就算这是真的 也不会在大白天立马见效 肯定是趁玩家不经意间 那个奇怪的生物才会出现 于是玩家决定先去附近摸索摸索 走着走着 他发现了一处不寻常的水池 这个颜色让玩家觉得很怪异 随后玩家又在前方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山脉 为了可以更直观地观察整个地图的情况 玩家决定上到那座山脉的顶部 毕竟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 玩家用这座山在腿上爬了半天 很快天色已经进入到了黑夜 玩家用了几乎快一个白天的时间 才爬到了山顶 刚上来就看到了一些蹦蹦跳跳的兔子 玩家着实被吓了一跳 还好只是一群小兔子 随后玩家又在这发现了一块灵魂纱 这就很奇怪 灵魂纱这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主世界吧 玩家也没多想 他非常享受站在高厨厢下俯瞰的感觉 反正要我我不敢 我恐高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恐高不恐高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玩家便发现了更离谱的事 这里不仅仅是一块灵魂纱这么简单 下面放眼一望全都是灵魂纱 玩家的第六感告诉他 下面可能会有新发现 于是他开心的向下移动着 正是因为这些灵魂纱上面覆盖了一层血 所以玩家可以在上面正常的行走 下来没多久后 玩家便在前方发现了一个物品箱 前方高能就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级牛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走进打开后里面是一张纸 上面写着 你不应该打开这个箱子 玩家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立马关闭箱子 转头望去 前方一只恶魂出现在眼前 不过这只恶魂跟普通的不一样 他有两只熊猫眼 像是没睡醒一样 他肯定喜欢经常熬夜 已经有过丰厚经验的玩家 自然没有过多的害怕 目前看来 这只没睡醒的恶魂 并没有打算伤害玩家 只见他扔下来了一些小白的头骨给玩家 当玩家捡起来后 发现这些物品都有对应的名字 仔细一看 这些都是MC玩家的AD 华马兰给了玩家一套技能 没让他沉默 玩家看到这儿 他却沉默了 他内心开始慌张 他感冒躲在墙角 很快在老天眷顾之下 天渐渐破晓 玩家决定赶快离开这儿 这次算他运气好 不过主要还是得感谢我 我的剧本没有让他领盒饭 我觉得我这样做很道德了 你们觉得呢 故事还是发生在玩家的一次单人生存中 玩家从朋友那里下载了一张地图 朋友告诉他 能会遇到奇怪的事发生 玩家按照朋友说的 他准备了大量的火把和面包 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 玩家特意打造了一身下界合金甲 很快玩家便找到了一座很深邃的矿洞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就动了你牛气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三秒支持一下 玩家一边向更深处下落 一边插上火把后取光亮 没有两分钟 玩家便已经来到了要塞区域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环境下 玩家每走几步 都要格外的注意周围的情况 很快令玩家奇怪的现象便出现了 地牢中没有生物 接着他发现了一个告示牌 可告示牌上写的东西 怎么看也不像是正常的语句 也不知道是哪国的语言 我猜大概是一堆简写的语句吧 我反正是看不懂 也不知道屏幕前的你看懂了没有 但似乎玩家是看懂了 他表现出了一丝慌张 他先是环顾左右 随即搭建了一个石梯 他选择从上方离开这里 但走了没几步后 玩家进入到了一处密闭的空间 在这儿又出现了几个告示牌 而这次告示牌上写的话 正是之前玩家发现了那块告示牌上的 只不过分成了三部分 这次玩家在最后一块告示牌上 获取到了Inferno Blaze这个词语 这是地狱之火的意思 会不会跟烈焰人有关 但烈焰人不可能出现在要塞呀 它是下界的生物 玩家知道接下来肯定没好事发生 于是他决定赶快离开这儿 此时突然有生物开始朝玩家发起了攻击 这就很奇怪 刚才这里还静悄悄的 一个MC生物都没有 玩家一边抵御着生物的攻击 一边寻找逃出去的出口 同时他也不忘收集物资箱里面的物资 但令玩家匪夷所思的是 他的箱子里开出了一个名叫地狱蜡烛的蜡烛 玩家觉得事情开始有些离谱了 这物品玩家从来没有在MC见到过 玩家也来不及想太多 他似乎在这迷失了方向 现在的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 前方刚能叫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超牛的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保护一下要塞 帮忙逃窜下 异常的现象再次出现在玩家的屏幕 只见前方有一堆火焰 玩家走进前方这片区域后 只见这里有一些玩家从来没见过的方块 说不上来这是一些什么方块 很快 他又发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大概意思是 让玩家将物品栏中的地狱蜡烛放上去 接着点燃它 玩家虽然有些恐慌 他犹豫了片刻后 在耗机心的强烈驱使下 他还是照着做了 在拿出打火时点燃蜡烛的一瞬间 玩家便遭到了火焰攻击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外观与烈焰人极其相似的生物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并不是烈焰人 玩家试图反抗 但是发现自己的游戏速度变得异常的缓慢 接着 他便开心的隔屁了 今天我们的玩家 换上了知名主播 单TDM的皮肤 刚进游戏便是漆黑的夜晚 玩家开局便拿了一把金剑 石城草原 具体它的金剑是怎么来的 懂得都懂 我就不多说了 在于MC生物一番开心的玩耍后 玩家的等级也成功晋升到了二级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继续在这片青青草原蹦蹦跳跳着 时刻准备与突然出现的MC生物 决战到天亮 不过巧的是 他发现了前方不远处有亮光 靠近后可以看到 这是一座现代风格的房屋 看着这座建筑的外观还挺高大上的 谁知玩家走进屋内一看 这里的装饰就非常一般了 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好家伙 这是什么造型啊 这是床吗 这躺在上面不会个的晃吗 玩家在一层转悠了半天 也没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接着他便来到了地下室 玩家在这儿发现了很多按钮和拉杆 但是点击后都没有什么反应 这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 也不知道这座房屋的主人去哪了 走着走着 他便发现了一扇奇怪的门 玩家正想前去看看时 但又看到视角左侧有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请按动右侧的按钮 聆听录音 玩家很好奇 这会是房屋主人留下来的录音吗 玩家按动按钮后 一个富有磁性的男生想了起来 尊教的MC玩家你好 当你按动这个按钮时 你的游戏已经被黑客入侵 接下来你的游戏中可能出现异常 请不要慌张 不论遇到什么 请不要逃跑 重听请按警号键 玩家听后一脸懵 这说的什么玩意儿 还能有人黑得了他的电脑 玩家不相信 他决定就在这座房屋内等着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出现 接着他便打开了那扇奇怪的门 进入到了新的房间内 玩家一番观察 这里也没有什么异常 张娜娜准备离开时 一声声奇怪的叫声传来 转身望去 一个长得像恐龙的生物 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接着他便调出了服务器 玩家刚打开火板门 接着他的屏幕便突然变得灰暗 并且游戏内传来了一声声奇怪的声音 只见一个黑不隆东的物体 趴在火板门上螺旋自转 接着他便朝着玩家游了过来 故事是这样的 玩家一大早醒来 打开电脑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的内容是 玩家的服器被人黑了 服器被输入进去了大量的病毒文件 玩家第一反应 以为这是哪个朋友跟自己恶作剧 但是出于好奇 他还是第一时间的打开了游戏 进入游戏后 天色已经是黑夜 并且下起了大雨 而玩家出生的地方 并不是上次退出游戏的地方 在他眼前有两根灵魂火把 和一些基岩 向前走去 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大水池 玩家随后又在右侧 发现了一个物品箱 打开后 里面不多不少 四样物品 两种药水 一组火把 一组生云和一本书 在大水池旁边 发现这些物品 那不正是引导着玩家 向水里面去吗 玩家赶忙打开了书 上面有一些留言 大概意思是 如果你想再次看到你的家 你必须进入水底找到 玩家顾不得看完 就立马喝下了水费药水 和夜市药水 接着他便潜入到了水里 他知道 本期视频的素材又有着落了 此刻踏不下去 那观众看什么 玩家敬业的数十让人心疼 大家记住 千万不要给视频长人点赞支持他 我刚才开玩笑的 你们现在偷偷点个赞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玩家潜入水里后 这里有很多泥块和沙子组成的平台 他很快便在前方的平台 又发现了一个物品箱 打开后 里面是几块铁钉和一些线 随后没有几米远 玩家再次发现一个箱子 里面是一些羊毛和木材 这座大水池 下面的建筑还不少 像是自然生成的 但又感觉不完全是 他在上面一番探索后 他又发现了一处深坑 有了夜市药水的加持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这个深坑不是很深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视频没赞的玩家 决定继续下潜 进入到这座深坑中去 下来后 这里看着像是矿景区域 一直朝着里面游去 玩家又又又又又又 又发现了一个箱子 里面是一些布罗湖和果瓶 收集完后 玩家在这里游啊游 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箱子 里面是几块瓜西 此时外面隐约还能听到 震耳的雷声 看来这里没什么东西了 玩家决定上去 继续探索周围其他地方 上来后没有几下 又一个深坑出现在玩家眼前 不要怂就是冲 玩家一猛子潜了下去 只见一扇奇怪的门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决定先去探索 这扇门内的深坑 下来后 这又是一层巨大的大水池 而正中央有一座 看着挺高大上的宫殿 好家伙 隔着套娃呢 一层接着一层 还是一样的配方 玩家在这层发现第一个箱子 里面是一些铁钉 收集完物资后 玩家进入到了制作宫殿内 很快他又发现了第二个箱子 里面是一些铁钉 海经沙粒 还有一颗海洋之心 不错不错 这个神秘的海底世界物资还不少 接着玩家又在这座宫殿内四处游走 他打破玻璃 进入到了一所玻璃屋 在这儿 他找到了第三个箱子 里面的物资更加丰富 他获得了第二个海洋之心 海洋之心 听说在MC中特别稀有 能用来干啥 我是不知道 屏幕前的你知道吗 海底宫殿第一层探索的也差不多了 玩家收获颇风 此时玩家的夜市药水和水飞药水 效果快消耗完了 他赶紧再次续上 接着便再次回到宫殿 打算朝第二层探索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保护一下火板门 第一层和第二层连接处是一些火板门 玩家刚打开火板门 接着他的屏幕便突然变得灰暗 并且游戏内传来了一声声奇怪的声音 只见一个黑不隆东的物体 趴在火板门上螺旋自转 接着他便朝着玩家游了过来 可以看到 这个生物非常的好看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的 与他在这里玩起了老鹰捉小鸡 玩家可以感觉到 这个物体并不想直接解决自己 他是想温水煮青蛙 将自己慢慢消耗殆尽 玩家还能成功离开这儿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夏季 玩家来到夏季 准备多收集一些地狱岩 从而回到主世界 建造一座真地狱岩小屋 老规矩 请勇敢无敌牛的看视频前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 扭三秒钟支持一下 咱们故事开始 玩家来到夏季后 先是和恶魂友好的 切磋了一下武艺 不过玩家这准头 属实有些拉垮 我觉得屏幕前的各位 用脚操作都比他这精准度高吧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后 玩家终于击败了一只可爱的恶魂 就在玩家兴奋的上前 准备收获战力品时 奇怪的一幕出现 这个恶魂一直的螺旋自转 玩家不清楚 这到底是击败了还是没击败 但是他试图再次攻击 却发现不起作用 于是他决定先回主世界 把物资存放一下 玩家怀疑会不会是系统出现了bug 或许重新加载一下 就恢复正常了 但令他意外的是 当他再次回到夏季 并没有恢复正常 他此时已经感觉到有些奇怪了 随后他又在周围进行探索 但紧接着 第二个异常便出现了 玩家继续大量的收集了地狱银 在收集的差不多后 他打算原路返回 但奇怪的是 有一处地方 他走到这就会卡住 好像这有屏障一样 甚至还会掉血 这就很离谱 他随后又尝试换个方向 但还是无法通过 在玩家把挖到的地狱岩 存放到主世界后 他第二次返回了夏季 这次回来 又有了新变化 之前一直在 螺旋自传的那个恶魂不见了 玩家猜想 是不是游戏bug修复了 但是放眼望去 总感觉不对劲 其他的夏季生物都哪去了 一想到自己的地狱岩 还没收集够 玩家就没多在意 继续下的矿洞收集地狱岩 但进来后 玩家隐约觉得 前方的地狱岩有些不对劲 他尝试把画面放慢 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前方这几块地狱岩会动 不知道是眼花的缘故 还是游戏画面存在问题 玩家有点慌张了 他打算退出游戏 捞响 结果你要是退出游戏 我就不让 拼我欠的兄弟姐妹 给你点赞了 最终玩家还是向生活低了头 他来到了刚才 存在异常的地狱岩这里 经过一番缜密的观察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决定换个地方挖掘 当玩家下意识回头 看向那个异常的地狱岩时 他再次看到了异常 通过再次放慢画面 这次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种身形像墨影人 不过他的外观颜色 却跟一旁的地狱岩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是一模一样 玩家硬着头皮再次返回去 想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无法无天 但走近后 异常再次消失 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玩家再次回到了主世界 将收集的地狱岩存放后 他第三次回到了下界 刚进来 他便在前方地狱岩平台上 隐约看到了一个物体一闪而逝 当他再次追过去后 那个物体又消失了 看了看周围 玩家还是一无所获 那个物体有着地狱岩的材质 难道这是一种地狱岩墨影人 看着之前的矿道口 玩家犹豫了半天 决定要进去看看 那个奇怪的实体 会不会再次出现 很遗憾 玩家再次扑了空 这一次次的压迫感 让玩家内心彻底绷不住了 他决定离开下界 不论如何都不会再来了 当他准备离开矿洞时 走到机枪出口处时 那个神秘的实体再次出现 玩家再再再次追了过去 上来后 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只是整个下界 平静的有些不正常 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 这是目前玩家需要考虑的事 为了对得起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 玩家拼了 他再次返回矿道 结果发现矿道高了一层 现在矿道的高度 正巧适合墨影人那种身高通过 这会不会是那个地狱岩墨影人搞的 玩家已经拿好武器 时刻准备与这只地狱岩墨影人 进行正面battle 但是一直到视频的结束 这只地狱岩墨影人也没有再出现过 那么屏幕前的你 如果在MC中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 在MC中 蜘蛛可谓是非常难成的对手之一 相信下面这些蜘蛛种类 老玩家应该都见过吧 什么 你没见过 那你肯定不是老玩家 好了 怎么废话少说 还是乖乖看视频吧 准备发车 急着的老玩家 已经学会看势兵前线三连了 今天发生的事就与蜘蛛有关 玩家与朋友开了一句生存 两人趁天黑之前已经搭建好了大本营 可是还缺一些木头的铁 于是朋友决定出去收集木头 玩家则是负责看家 有个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视频看到这儿了 屏幕前的你记得长按点赞了吗 可以不爱 请记得点赞好吗 带朋友走了没一会儿后 玩家的聊天框便收到了朋友的消息 朋友说他发现了一座很独特的房子 里面全都是原木 并且还在里面发现了钻石块 玩家还在替朋友运气好而感到开心时 突然朋友发出了求救消息 他说房子里突然多了许多蜘蛛网 他仿佛进入到了蜘蛛的洞穴 他被密密麻麻的猪网困住了 让玩家赶快拿着武器去解救他 玩家寻用了朋友所处的位置后 拿着刚制作的石剑便冲了出去 顺着朋友说的方向 玩家穿过了一片树林和青青草原 终于看到了这座全是用原木搭建的小屋 而朋友就在其中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地拿起石剑就开始清除猪网 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长得像蜘蛛的非正常MC蜘蛛出现在身后 但随后他顿感有强大的吸附力 迫使着他向这处满是蜘蛛网的坑里移动 可以看到 这只蜘蛛是纯黑色的 就连墨影人都没它黑 玩家与朋友表示 在MC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蜘蛛 玩家试图想办法逃出去 但这只黑蜘蛛一直在前方欲欲欲视 玩家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很有可能这是一只猪网 万一惹来更多的蜘蛛 那就麻烦了 于是两人商量着从一旁挖出去 趁着这只蜘蛛不注意 偷偷溜走 贪心的玩家临走前还想带走这块钻石块 只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 这只黑蜘蛛本不打算伤害他们 可他们俩拿走了钻石块 待玩家再次观察这只黑蜘蛛时 他已经朝玩家扑了过来 随后 玩家与朋友便开心的隔屁了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是有关于一个MC的古老生物 大家都知道 我的世界是2009年开始公测发行的 但是江湖上有传言称 我的世界最初版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了 今天玩家就从某MC论坛 download了一张奇怪的地图 为什么说奇怪呢 要是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还怎么讲 好了 老粉看到这该干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猛戳屏幕点赞支持一下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成为老粉吧 他马上开了一局无魔组生存 并且对局域网开放 为了让屏幕前的你们感受到MC的真实感 玩家特意加上了光影 在地图中走了没多久后 他便遇到了一个史蒂夫角色的玩家 看到玩家来了 史蒂夫赶忙告诉他 你的这张地图太不正常了 我是不敢玩了 我先溜了 玩家一脸懵 本来想着对局域网开放 能有人一起来陪自己 遇到啥事了还能壮壮胆 这下进来的唯一一位陌生朋友还溜了 玩家有点小慌张了 不过这光天化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玩家随后上到了一棵树顶 通过放大画面 他看到了下方半山腰上有一些奇怪的方块 带玩家走近后 近距离观察这些方块 整个都挖了出来 玩家之前YMC见过这种画石 但是今天见到这么大一块还是头一次 玩家靠近观察了好长时间 他注意到了旁边还有零散的画石方块 于是他拿出稿子继续向下挖掘 没想到下面还有 并且挖到了三个小白的头骨 玩家越来越感觉有些不妙 自己就加了一个光影 也没加什么模组 为什么地图中会遇到这么多的画石 难道这就是这张地图的奇怪之处 当他继续向下挖了一会儿后 一个梯子形的画石方块 慢慢浮现了出来 当他挖开最后一块石头时 他的屏幕突然变得失真且刺眼 并且很快 天色进入了黑夜 周围开始倾盆大雨 玩家联盟离开了这儿 再次俯瞰下方的坑洞 一个神似凋零形态的生物出现 玩家顾不得看清楚他的长相 光着生物害人的叫声 已经让玩家不敢多停留几秒钟 他一路朝着山下跑去 而这只远古生物就从他的头顶飞过 玩家顾不得回头观察 他憋足了劲 一路回到了山中的小屋 以为安全的他 试图通过窗户观察外面的情况 谁知这只远古生物 已经来到了他的屋外 玩家听声音 感觉那个生物就在屋顶盘旋 很快 玩家的房屋便遭到了攻击 接着 这只远古生物就在信息框 向玩家发出了信息 大概意思是 你是第一个在我追击下 还能幸存到现在的 远古生物很佩服玩家的勇气和胆量 他决定放他一马 让玩家赶快退出游戏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你们在MC中不使用指令 不添加模组的情况下 升级到100级最快需要多久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玩家的一次生存中 他玩了将近15个小时 解决了上万只小将 好不容易升级到了100级 但恰恰在他100级的这段时间 地图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 老规矩 老粉看视频前知道该怎么做吧 查案屏幕中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成为老粉吧 咱们故事开始 玩家随便进入到了附近的一个服务器中 进来后 他在一处低洼的草坪上 发现了一座非常高的实质建筑 下来后通过观察 玩家先是顺着楼梯来到了前方的一所建筑内 推开门后 眼前有两个火板门 打开后 玩家顺着梯子下入到了地下 在这儿他发现了一个凋零骷髅的头 还有两块告示牌 上面写的话 玩家不是很明白 他并没有在意 转身离开后 他又来到了一旁的矿洞中 在这儿他发现了一扇传送门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并没有走进去 现在他静止地走入了这座非常高的建筑内 没走几步便到了尽头 玩家尝试着空手挖了一会儿 竟挖开了 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不过什么都没有 在这儿没有什么收获 玩家便失去了探索的兴致 随后他又在附近的树木旁 发现了一个小屋 在这儿他发现了一本书 打开后 这些内容像是一个玩家的生存日记 大概意思是 这位玩家在这个服务器生存的时候 每当隔屁后 他都会复活在一座高塔内 但他都没有去探索这座塔 当他最后一次复活时 他好奇地走到了那座塔的顶部 结果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最后这名玩家也写了一些警告 如果你看到这些留言 请不要尝试寻找那座高塔 更不要上到顶部 看到这儿 玩家内心开始有点忐忑了 出来后 看着眼前的这座建筑 这会不会就是书上说的那座高塔 但是该怎么上去呢 这是他想起刚来时 他看到的一个传送门 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走到了这扇传送门旁 现在他应该是进入了塔内 只是不知道当前是第几层 只见两边有很多物品展示框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异常 随后玩家又走到了告示牌前 通过踩踏脚前的压力板 玩家再次被传送 这次他所处的位置一片漆黑 玩家感觉已经来到了顶部 接着他跳到了下一层 这里的布局非常的规整 各种家具应有尽有 再往下下一层后 这里像是一个餐厅 而玩家在右侧发现了一处 没有封岩式的地板 玩家有一点恐高 前方刚能叫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随后他又看到了前方的墙壁 也没有完全封住 这是什么意思 空中餐厅 边吃饭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玩家还没思考几秒钟 接着他再次回头 一个拿着金剑 穿着半身金甲的猪灵 出现在身后 玩家遭到了攻击 即将嗝屁 这个猪灵的样子 玩家从来没见过 这就是扭曲猪灵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 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